大家好,我是W,欢迎收看电影随便聊 猛毒第二只正式预告新鲜登场 出现了更多猛毒以及其他同类厮杀的镜头画面 一起来看看精彩预告分析第二弹超猛 以毒攻毒大乱斗 哦对的,关于这部电影其他分析介绍 可参考我其他的影片 有兴趣的人可由右上角的连接进入 这只猛毒最新预告的一开始 是以城市的天际线来带出这部电影发生的所在地旧金山 这座大桥是弯曲大桥是连接旧金山与奥克兰两边 而在第一只正式预告中看到的另一座红色大桥 则是旧金山通往马林郡的金门大桥 在预告背景的声音听到的是 汤姆哈迪饰演的艾迪布洛克的口白来作为开场 以艾迪的事实书来介绍他记者的职业与志向 这里看到艾迪访问的地点是 位于旧金山北边的圣昆町州立监狱 这间监狱常在电影电视中出现过 电影二代引人思考特就在这里被释放出来的 艾迪来到这边应该是因应剧情的需要 跑来这里追查相关的线索消息吧 艾迪是旧金山人 根据这里他自己的字数 是一个以揭发政府不为人知的黑暗面 有伟大志向的正义记者 经典艾迪被外星共生体附身 变成猛毒的故事是与蜘蛛人有密切关联 共生体来到地球 是先附身在蜘蛛人身上 然后在离开蜘蛛人之后才与艾迪结恶 变成了胸前有白色蜘蛛Mark的猛毒 基本上这部电影的架构是取材自漫画 Valet the Law Protector的故事 不过呢这部电影也是跳过蜘蛛人绕了一圈 是改成共生体来到地球后先被生命基金会掌握 艾迪则是比较后面才变成猛毒的 这里看到的共生体分别有着不同的颜色 比较明显的是最前面看到的黄色 理智障麦德饰演的卡尔顿德瑞克是生命基金会的领导人 足头利用外星共生体来做一些人体试验 而艾迪则是听到一些线报后 跑到生命基金会要来调查事情的真相 在这次预告的前三分之一说明了 艾迪跑新婚挖掘真相 是发现了生命基金会的一些邪恶勾当 但却遭到貌似实验对象的攻击 然后不小心就被共生体给缠住了 而这里这一镜头可能代表了 共生体不喜欢核磁共振一气发出来的声音 所以有出现一些共生体震动分离的现象 另外整体看起来推测艾迪一开始可能只接触到一丁点 是慢慢的扩散有感觉不一样 然后到后来才是一整个发作起来的 在这一段预告里面先是看到了几个不同城市的纽看 包括这里的是香港接着有格斯拉克与伦敦 代表这些攻生体可能掉落分散到不同的地区 前面看到的这个场景可能则是在香港 然后生命基金会将他们给集中在一起 接着看到的是生命基金会以人类做实验的过程 卡尔顿是自诩人类与共生体结合后 可以变成新的物种成为更高阶的生命形态 实验对象可能是来自监狱的囚犯 所以这也许就是艾迪跑去监狱调查的原因 然后看到实验对象是直接与大陀的共生体接触 这里共生体是呈现有橘色的线条 可能是废取氏菌体的共生体 观众看到了实验对象痛苦挣扎与猙獰的表情 虽然看不出来这个实验的结果如何 但又卡尔顿诡异的笑容 看起来应该还是有达成某一阶段的成果吧 艾迪在起初发作时是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 但随着共生体对艾迪的身体掌控的过程 还包括幻觉的影像 强迫艾迪身体的移动 然后在坏人来找艾迪麻麻时 更是以艾迪为主体 向外延伸出触手 可以随意变形的肢体 直接用来打击其他的对手 甚至是延伸出来的组织 是具有黏着性 可以用来做抓取或是攀爬的动作等等的 让艾迪变得是大大提升战斗力 像是具有三头六臂的怪物似的 除了艾迪与共生体结合发展成一种杀人武器之外 共生体的意志也开始与艾迪抢夺控制权 而随着共生体越来越强势 艾迪的表情也越来越显得猙獰可怕 另外预告中有看到更多的猛毒诡异新招 像是这里看到了由艾迪手臂延伸出来一整颗头 并像在操作手套布那样对着艾迪说话 由前面陆陆继续看到被共生体缠住了艾迪 除了在身体与心理上面的一些变化之外 这里也看到了另一个超强的能力 这段应该是发生在骑摩托车追逐战之后 艾迪貌似全身是摔到重伤骨折的 但是看到了共生体将整个扭曲的左脚搬回去 修复伤口甚至是覆盖着全身 这边看到的应该就是艾迪的第一次 共生体整个包覆住艾迪包括身体与心理 一个猛毒完全掌控的完整形态现身 并抓着一个坏蛋边舔还边用阴声的语调说道 眼睛废一仗太多好料来不及时 而可能由于碍于预告尺度的关系 看不到接下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这样的情节更是引人十分好奇 到底电影里面会不会真的发生猛毒活人生吃的惊悚几项呢 在这段预告看到的也是猛毒的一个新招 艾迪利用手背上的共生体张开了一个不规则的平面 用来当作防护盾以战时阻挡枪手 由隔壁窗户的子弹射击 这里看到的是秘雪威廉斯饰演的安妮威廉 根据公布资料显示 安妮是艾迪的女朋友 是一个地方检察官 而在猛毒完全掌控艾迪身体之后 虽然是整个行为恐怖下人指数爆表 但也是展现了机能的力量与速度 甚至更有趣的是 艾迪共生体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之后 是说到了那种力量不全然可怕 似乎是看到了共生体可取的另一面 这段看到了有资料显示 是秘雪威里所饰演的唐纳迪亚哥 应该是被黄色尖叫共生体附身的宿主 不过由于预告画面显示的设置而不像漫画里面那么明显 或是可能预告故意模糊的布置 所以也有人推测会是紫红色的agony痛苦 然而不管如何 这个女大手推测的是前面实验室艾迪遇到的那个 而这里她的手被转换成一个锋利的刀刃 再看起来应该是唐人界的地方 正准备开始要大开杀戒咯 另外这段也看到更多艾迪遭遇到各种的危难 并且是遭到部队拿着枪指着包围住 就如前面所描述过的电影剧学是取材制漫画 Velon The Low Potato的故事 在里面猛毒是跟蜘蛛人达成协议 只要猛毒不做坏事不犯罪 蜘蛛人就犯过他 然后猛毒就跑到究竟上发展 并在后来遇到新的共生体的其他坏蛋角色 所以说合理推测 这次应该会有五种衍生出来的共生体 包括了由 除了延续前面看到的这个女打手 持续在唐人街做怪 展现了由背后发射坚韧杀人的能力之外 也看到了另一支偏银灰色的共生体怪物 应该就是Riot暴乱了 而暴乱在办公室里面挥动双手 变成的巨大镰刀 看来就是前面预购中把所有东西正开的原因了 另外除了大闹办公室之外 也看到暴乱与猛毒的打斗镜头 猛毒的头是被暴乱给撕开来 露出艾提的脸 甚至还有两支更激烈的打斗 直到两支都露出了里面的本体 然后这里是看到暴乱里面的本体是卡尔顿 所以说会不会代表了卡尔顿加暴乱 应该就是这部电影 最后的boss大魔王的呢 在这次预告的最后面 是一段艾迪以猛毒的形象出现 并威胁要吃掉这个人的四肢 撕烂他的脸的桥段 可以说是再次利用了猛毒吃烂的梗 地点应该是在唐人街的一家杂货店里面 而最后的是这边艾迪只露出猛毒血盆撩牙下了半张脸 并说到了 代表了两个一只应该是已经达成共识 在里面要一起对付他们的共同点了 尽管说这次预告猛是自爆了一个很大的雷 不过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东东并没有透露出来 像是应该有五支的实验共生题 但目前只明显看到有两只敌手出现 其他三只各会分别是谁 是不是会在这部电影都会出现呢 而一只传闻 伍迪哈里逊饰演了克莱图斯·伊萨卡 也就是后来变成血蜘蛛屠杀的Kanergy 但是到目前为止 伍迪哈里逊却是一直不见中赢 所以血蜘蛛到底会不会出现在这部电影 或者会是下一部续集电影的对手呢 另外小蜘蛛会不会来客串 甚至猛毒胸口经典白色蜘蛛Mark 会不会跑出来 这些可能就变成要留给大家的一些惊喜吧 嗯...以上大概就是这样 不知道还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讨论哦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拜 拜拜 拜拜